另外为了提升台美人形象增加台湾知名度 大陆山基台湾会馆台美小姐选拔委员会就宣布了 2016年台美小姐选拔在经过层层的筛选之后 12位的家里已经出炉 她们将在未来的8周展开严格的培训 目标是8月7号的决赛 总召集人赖鼠远就表示 12位美丽的女孩们将在培训期间 接受包括了施雅廷 陈希元等名师的指点 授课内容包括了美姿美宜 台风演说 以及机制问答等等的课程 此外主办单位也将安排台湾历史文化等台美人议题教育 希望家里人在8月7号 能够在圣盖博西尔顿饭店决赛晚会中大放异彩